Hello 又來到華庫直播的時間 今天繼續有我和Jim跟大家說說市場 現在恆指正在跌幾十點 也是少許 昨天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但到今天又有少許跌勢 不知道是否回調還是怎樣 不如說說有幾件事發生的 首先是Trump Trump延避了一些關稅 其實大家聽完之後好像是緩和 應該又開心 但又不是 但今天跌 Trump Trump這其中一件事 但最大的因素是港交所想收購倫敦的證券交易所 但他不容易收購 好像有點阻滯 我想是 譬如說了Trump Trump那件事 我想大家會覺得 都是好事 起碼是緩和一點 但你說是否緩和很多 我想大家始終經過這麼多次都會擔心 學聰明了 對 學聰明了 對 學聰明了 不是說你 你說是 很害怕的 就是你談不完這些事情 變成就是 你看到整個事業 還有都升了不少 那變成就是 可能 都是比較中之故 都是穩定一些 還有之前是 有些升得都比較急 可能是內銀 都會有些回套 雖然今天人民幣都是 強一點 反而就是 你看到中資那邊 之前可能大家會追求 我們叫Beta股 現在就因為市況 好像升得差不多 可能現在又反過來 就可能 一會兒會講一講 追回一些 例如醫藥 又回到另外一些版塊 那裏 但是Trump Trump那裏 可能現在大家都 都學會了消化 所以他那個 刺激性 各樣東西 就不是太大的 剛才也說了 例如本地公司 港交所 新鮮困難 昨天在說 如火如荼 他收購 到今天就 噢噢 你喜歡人 別人又未必喜歡你 對 他就是表達了 愛藥術上 對 他真的很勇敢 事愛 但是對方 就看回 over night的時候 英國那邊也都 很多 譬如政府 甚至意大利的政府 因為 倫敦交易所 都是擁有 意大利的 Strange 他們也都說 就是說 會不會擔心一些 政治的問題 另外 另外就是 而這個收購 也都牽涉到 就是說 有個條件 就是說 倫敦交易所 不可以繼續 他在八月初的時候 想買一間 叫 Refenix 的公司 這一間 是一間 特別在亞太地區 一間高端的 high tech finance service provider 這個是對高端高科技的金融 因為 倫敦交易所一直想做的事情 是很大的 吸引力 是 變成就是 倫敦交易所那邊 雖然 昨天 他在公告那裡說 說 會考慮 廣交所 這個 offer 但是 聽到總統的消息 都未必可以 那麼想 是啊 應該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今天影響到 這個三百八 都跌不少 是啊 還有 亦都想說 關於整個 deal structure 是 我們知道 就是現金加新股 如果是 真的做到的話 其實也會對 廣交所 是有幾大的 大陸影響 因為要發很多新股 而 他收購的價錢 就是等於 倫敦交易所的 30倍 就是 EBITDA 就是 等於 除去 一般盈利收入的 再加回 折舊 那 而 現在的廣交所 其實是說25倍 是 變成其實 買對方 就是 貴了 是 你拉回雲之後 其實 再發了 41% 新股 又要加現金 現金又應該要借一截回來 那 我自己操略估計 這樣 其實會對廣交所的 那個盈利 大概有 百分之十的 下降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 下降百分之十 當然 廣交所就說 不是的 我們有很多 synergy 就是 可以幫中資公司去倫敦 倫敦又可以 過來香港 很容易的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 但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這個也都有 少少保留 例如 之前一二年買了 倫敦 倫敦 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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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 你收購後 對於中資公司的融資渠道 變得多了很多 但是這樣 如果對廣交所來說 未必是 對他來說 未必純粹是 得益很大 是 就算 聽下去 可能有機會 之後那個盈利 每股盈利 有些下降 下降 下降的跡象 如果長期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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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表现真的不一样 我不知是否之前大家都知道 以往是跟着大市 正常是整个市星一定是类似的 正路地就是这样 现在会不会跌了3.5% 如果他再比大市差大概3%或4% 如果是长远的角度可以考虑去想 因为如果可以 这个差了10%的因素就会影响在里面 如果不可以的话可能更好 不可以的话就不会 之前的下跌了7%就会回来 所以大家又想一想 今天他也是自己有自己跌 虽然那个行指都在跌 但是他又比较跌得多些 但是不知道接着这一宗的新闻 又会不会影响港交所 不知道有什么好定话的影响 就是说百威 之前曾经说要在香港上市 整个项目已经开始了 但突然之间就刹停 不要住了 今天又说又回来了 他又继续重启这个上市 其实当日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也有几个因素 他见到香港的股票市场 可能有些反应比较差 那段时间大家觉得 气氛真的 哇 这样我现在上市 那真的很明显会出市 第二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原来他跟手 将澳洲的业务卖给 日本那边 早日 他又可以说到这样赚一笔 那现在两件事都结束了 那香港这边 其实也是这么差 但是可能他见到这段时间 都剩下好一点 气氛没有那么淡 好一点点 那可能他就过来去搞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配合 配合回刚才说的因素 就是如果是港交所 是真的 他是回调到 刚才说的一些位置 那来着这个百威 还有其实我们知道阿里 他们都应该会是第四季过来的 是 那这里也帮到港交所 so far港交所就是落后于 就是New York Exchange 就未必可以得到IPO第一名 但是如果有这两间 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是 那可能今年又赚到了 就是好像看来 有两间大公司 好像有些不错 还有他们这两间 都是应该上完之后 不是一个one off 上完之后 那个成交量都应该不差 那现在说我们 就是八百多亿的成交 日常一天 但其实阿里 在美国那边都是很大的 有时去到几十亿 那这些都是 就是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是A股市场 每天都几千亿的成交 那现在他说几百亿 那多多十几百% 那真的就十几百% 所以这些我想都可以 就是立入考虑的因素 所以那就是刚才说 就是港交所 虽然有无缘的整个 港交所收购 是的 然后就有机会 是收购不到 就是被人拒绝 可能拒绝是好事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挺好的一场远 是的 那好吧 接着这几天的一个 重点的消息 我想就是 大家本身全城 都不是全城 全球都在关注 就是说这个 iPhone出新机 就是Apple那边 但是一出了之后 听到身边的所有人都说 不买了 没有兴趣 甚至乎是说到 因为平时内地人很追捧 新的iPhone一定要有的 但是甚至乎是听到 都说 内地人都说 没有兴趣 你都不买了 我自己本身 就不是Apple的粉丝 我不是苹果粉 所以本身这件事 就不会销到我 但是Jim 你不是用的 我是苹果粉 但是我也不买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每个苹果粉 今次都说 算了 不买了 因为其实它的 拍摄质素 就是提升了 但是如果我只追过拍摄质素 其实已经转了款很久了 去了华为或者Samsung 这次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惊喜 除了三镜头之外 对 那 前镜其实也好了 前镜头是由800 像素变成1200 这些都是 我承认好了 那 它的价钱上 亦都比上一次 其实都是差不多 那 那 你问我 还有 看看上面 很多人的留言 那 如果是外国的 他们其实就没有什么 就是我换机 那时候就换 是啊 是啊 因为他们一向上台 跟計务那种 是啊 但是大陆那边 反应 其实真的比较差 是啊 真的比较差 因为大家平时 以往 一出 其实内地的反应 是很大的 大家都要 说着 身份象征 你不是没有 立刻拿一部新的出来 应该是那种 很多都 好像那边的反应 不是很好 香港这边都 一样 真的一样 苹果粉 都表示说不会买 小编呢 你是苹果粉 你刚刚换完 小编刚刚换完 小编不等出神机 十个会减减 但是 我也想提醒各位 就是 如果大家记得 十个出机时间 就是去年 是 是 退迟了 所以其实是 在这个十二月 一月的时候 大量出货 是 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 其实已经九月 开始 续续就会出新的十一 是 变相就是说 其实今年第三季 苹果的出货量 每个 年代和比 应该会升得挺厉害 就是20% 因为你始终要铺货 是 欧美那边始终是 很忠实粉丝的 是 不像亚洲区这边 日本其实也很忠实 是 那 这个就会带动到整个 产业链 包括 苹果哲基 那个销售 但是第四季就见真章了 所以 其实大家可能会 会见到 就是 出货量 就是 有个 突然之间第三季很厉害 然后 第四季可能 如果 如我们所说 真的 如果大家不太有惊喜 的话 就会下降得很厉害 好像真的惊喜 就不一样 你看到大家的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 你身边不会有很多人说 哇 很漂亮 真的要买了 还是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是没有 没有这种 就是 就是 玩这个电影的东西 我想大家就真的要 可能要小心一点 但是 这一段时间 即使我出货量 我相信一定会好的 因为 刚才所说 去年就是淡季 因为新机 根本出不了 但今年就是新机 现在 这两个月 就狂出来了 那 譬如 如果 看回这些资料 大家可能会估计 就是说 现在 第三 第三 四季 其实 就可能会出到 一亿 一亿 那 比起去年 就会有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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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 看回 相机 本身的 规定 就是 里面 拆开去看看 当然 就是镜头 你这三部 就有 11 就有 比较以前的 单镜头 双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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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五个镜头 双镜头 其实三个镜头 即是三星 或者华为 之前已经出现了 所以三镜头 又不太特别 大家觉得 所以这个 对镜头公司来说 怎样也好 都是预予期 但是 如果我们看回 供应链 其实 老老实实 暂时 就是 本人的 Fat Check 就看不到 是有 信与光学住的 即是 供应给苹果的 镜头 当然 我要继续查 或者 大家可能 知道 那 主要的供应链 都仍然是 之前所说的 大鱼缸 台湾的 Genesis 或者日本的 Candasol 另外就是 刚才提到的 模组 模组就是 前置 比较劲 比较劲 不一定太大 因为 複杂度高了 很多时候 会分给大陆那间 的 OFIM 另外就是 韩国那间 LG 还有Sharp 在 后面 的 而且 用了玻璃 这些 但是 做的 主要不是 一 一 两间公司 Langsted 至于 升学 是没有什么 特别大 升学 所以 如果照看 AAC 做开升学 就未必 太受惠 所以 我看 升学 的成本价 还要跌了 可能是 由 9 到 6 另外 Haptics 按下去 AC 也有做 但是 这个也没有 特别的 升学 你不会说 只是前面 有个Haptics 不会多了 几个Haptics 按 所以 我看到 今天 市场 全部 这一堆都 可以 是的 依然是 强势 因为 之前一直 都 升不少 又新高 又破顶 但是 今天 都好像 还是不错 但是 如果 根据 刚才 一些基本分析 可能 升学 那边 其实 未必 太受惠 可能 大家要 留意 台湾 那边 那边 是 直接受惠的公司 是 其实 这个月 是升 2.2% 所以 我想 这些 手机公园股 大家都 开始 要想想 这个 可能 这个季度 还可以 炒一炒 就是 出货量比较大 但是 跟着 可能 就会 有些 要小心 是 那现在 你讲的 相关股份 还有没有 位置呢 因为现在 其实都 升了很多 一直由 上个星期 也不止上个星期 可能这两个星期 一直不停升 到这一刻 其实都还在升 就是 还有没有上网的空间 其实 我觉得 他们 也很高 估值 是啊 就是 升到 还有 其实 都是在这些位置 比如 信誉 都是在8.2元 以下 那样 究竟 过不过到8.2元 就是一个 一样东西 8.2元 始终是 一个 一年的 市盈率 的 33倍 这个就是 以往 就是 去年 最 辉煌的时期 一个 是 高线 的 阶段 所以我会 如果 就是 如果 如果 未供应给苹果的话 那 其实呢 我就会比较 是有保留 就是 我觉得就差不多 这些 的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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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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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投资 邦之外基本上都是以A股为主 A股升也是首位 第二就是国内的保险市场 始终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内需的其中一个 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题目就是 除了体育之外就是保险 一些关乎健康医疗的东西 这些都是干需很强的 就算经济是差一点点 但其实因为大家的收入也是在提升 以及意识在提升 所以这些的增长很快 那变成了他们的抗跌力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受惠A股和人民币的稳定 变成了之前亦都跌下来 又未升到原本的五月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水位 可以是跑赢大市的 是不是都还有位呢 就算你说中油瘦 仍然只有十九个多 其实是不是都算便宜呢 因为它也说了 集团公布了八月的保费 收入了升了13% 就是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增速 是不是都 都挺有利 还有些位置可以 是呀是呀 我就会觉得这个 比如中人秀 甚至是平保 他们都是我觉得有水位 这两间的增长是不错的 其实两间都未去到五月的股价 但是看到他们的业绩 都是稳步上升的 如果我自己比较看好 今个月的大市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中美继续可以谈下去 是 谈得到 第二件事都会 我相信18号都会减息的 都会有个保障下行风险 变成会比较安全 就是中字头的股票 中字头的股票 港股一会再说 港股就另一件事了 然后自己走 我会比较看好 中字头 如果是内银呢 内险就OK了 这段时间内银其实都连升了很多天 但是后市或者可能之后的情况又如何 因为内银始终我觉得有个隐忧 就是说现在国内 国内其实很想减低息率 是 那譬如之前其实也试过一次 就减低这个基准利率 所以内银是吃了 就是减低了内银赚钱的利用空间 因为存款利率其实不变 那基准利率就降低了 那它不会赚那个免费的需要 那变成了内银可能会有这样的压力 我们看到国内的通胀 它都是因食品价格的为主 但是我们看回生产价格指数 其实是负数的 其实这个对国内来说 如果它一控制到那个食品价格 譬如猪肉大家去街市 是的猪肉现在很重要 是贵得很法德烈的 超级贵的新鲜猪肉 是的 但是这件事其实不是太关于利率 就是真的一个猪 就是今年有些猪的瘟疫 是的 都不少了 那现在国内做了很多功夫 去提升猪肉的产量 那这些完成了之后 其实就会令到国内 减息的空间在那里 那变成了内人也会有点压力 嗯 特别它现在升了 就是未上升就OK了 因为这几天它都有升的 当然你说一路来说 其实可能它都是 之前都真的跌不少的了 是的 之前很多都跌到什么 跌得很厉害 那这几天就升回 但是长远来说 是不是都是会选择内险 是的 所以长远就会选择内险 内险没有刚才说的人有 嗯 那如果是 还有我想 也都有些感觉的影响 因为这三天 这个星期 其实国际的一些 一些银行股 是比较反弹得快的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之前我们经常说 那些 有些 或者恒生也一樣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看就不是太sustainable 不是太可以持續的 因為經濟情況暫時不是看到 突然間可以進入一個很大的擴張周期 都是以減息為主 變成這個情況就可能到達 其實已經結束了 這個sauce grease或者反彈 好 大家又想想 看看Gym的推介是否適合自己的心意 另外你說中字頭就比較安全 但不是中字頭 例如港股 大家的焦點最近都放了地產股 昨天好像也不錯 但到今天又 地產股究竟想怎樣 昨天就很神奇 對 下午的時候 大家就 在WhatsApp我經常收到一些圖 就說 可能4時後就有政府 可能會答應五大訴求的另外一樣 是 然後怎知就沒有了 是 然後又說 我們看到警方的4時的記者會又沒有了 昨天又沒有了 不知為何 那大家以為 咦 是不是有些大事要宣佈呢 可能他還沒計算好 他的判斷還沒計算好 所以我就 變成昨天就有很多 就是 大家會想像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會看到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 我們親政府的民建聯政黨 是的 親愛的民建聯政黨 然後就 突然就說 咦 收回那些地來建公屋 但是又有些有趣的就是 在之前其他人士 其他黨派提出的時候 他是反對的 是的 但是今天他又突然拿出來用 是的 是有些特別的 是 有些意味的 是不是暗示 就是他一直提議的事情 他都是做到的 因為我不知為何 之前是不是已經談好了 還是知道政府會這樣做 是 那變成就是 可能 現在政府就是 願意用這個土地特權條例 那就可以比較大量地發展一些空資的土地 是的 終於收回了 那真的會對一些地產商可能有利的 譬如我們比較多農地的公司 就是收容機 行機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你向他收地也要付錢去 第二就是 如果不是收回那塊地 但是收回了隔離那堆的地 然後政府會建一條路進去 是的 開了這條路就對了 是的 那他又可以建 但是這些 當然地鐵也可能有些困難 那變成對這種公司是有利的 但是 我就會 今天或是明天我估計 其實這個辦法 我想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政策說 說都應該是在施政報告說的 是的 可能都會比較有些壓力 因為又到星期六日了 沒錯 今個星期都不止星期六日了 因為由明天到中秋 其實中秋都已經有一系列的慶祝中秋活動 在各區 是的 很搞笑的 這件事竟然是由我家人發送給我的 而他不知為何他竟然收齊了一張這樣的列列 很奇怪的 不過他提醒我不要在那些地方出現 是的 有很多各區大型中秋慶祝活動 還有星期六 你說星期六 又有機場交通的測試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 還有星期日又有一個民陣的遊行活動 所以這幾天又是有比較多的事情可能會發生 那大家是不是又是看定一點都不要亂買住 是的 不要亂買住 如果都是吃到糊 我覺得都先吃了 是的 如果沒有在手的都是不要買住 就是不要碰住 因為未必這兩三天突然之間有什麼好消息 是的 應該都沒那麼快 是的 另外就是跟一跟進一些問題 今天我們有觀眾朋友問問題 很開心 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可以繼續問 首先是Jule問 其實2018年跌了這麼多 有沒有機會因為iPhone反彈 是的 剛才也都輕輕說過 都是未必 未必 我覺得 就是升學始終沒有什麼改善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幫助 就是由它跌了下去再上回來 其實都升了不少 升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個 另外它的價值也都不是 都高了 現在差不多整十八倍 以往到最高二十倍 當然很高的時候炒到二十五 但是我想這個情況很難發生 因為現在如果它沒有升級 問題就是向哪裏 因為始終做這些acoustic的東西 內地有一間叫納信 納信其實是願意劈價的朋友 哈哈哈哈 一聽到願意劈價的朋友就慘了 又覺得會出現了頂爛糞 是的 這樣的情況 蘋果當然是選一個便宜的 iPhone已經不是有特別多的亮點了 當然是要壓低成本 變成這樣對於瑞昇來說 都是會有壓力 所以我就會建議這位朋友 如果是瑞昇的話 如果你低位買了東西 可能可以現在考慮去識戶 嗯 另外我們還有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Calvin 他問29 怎樣看達力 嘩 這位朋友 多謝你先 就是他 你也挺小的 他昨天就公佈了一個公告 其實跟深圳市政府 達成了一個換地協議的 其實他本來有塊地 其實已經很久了 在說鄧小平南巡的時候 就在蛇口那裏買了一塊地 那塊地本來是碼頭 現在就空置了 其實那塊地很漂亮的 對海的 但是那裏就在深圳市政府的規劃 就定了是一個市政府的用地 那變成了我又不能建房子 你又要賠給我又要換地 搞了很久 那終於昨天就達成了 換地了 對 換地了 換地就換回隔離一些可以做住宅的土地 那其實如果我們今早就這樣秤一秤 那其實來講就是 就是那個total value 其實可以是達到差不多20元 是 20元港幣 就是如果per share 那當然當然 就是我想 remind 就是說 這20元就不代表可以立刻落袋 第一要考慮它是 快地怎麼搞先 快地可能去賣了它 那就可以落了公司袋 那公司會不會派出來呢 那這個亦都要考慮 又是 那另外就亦都要考慮 就是可能我真的想要自己起的 或者什麼 那變了就 其實那個回報可能是五、六年後 那五、六年後才再派出來 那所以其實這些因素考慮在內 我就會認為它 比如這個是一個比較冷門的投資 就是你一定是買得這些股票的話 是願意是錯的 因為你買下去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成交量的了 那是值錢的 那你要等它realize value的話 那如果是願意將它賣掉 可能是在說一年多的時間 如果是自己起的 是四、五年的時間 所以你這樣綜合考慮之後 其實你 這個位當然都有水位 那是真的值20元 那個深圳的射口地 就是在射口過關的隔離 那是真的 那但是這個就要有恆心 是要有恆心 它今天在說是升了40% 是 是 是40%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還入不入呢 大家要自己考慮 還有可能真的要 像Jim所說的 要放一段日子 如果要放一段日子 是不是要選它呢 還是有其他東西可以選呢 今天之後的市況呢 Jim你會覺得是怎樣呢 今天行止 究竟是否又是 協助幾十點上落 還是你會覺得它會不會 可能升了 還是不是的 都是這樣而已 我想都是這樣 坦白說 我想今天就比較 悶一點 因為中美的好消息 我想都出得七七八八 或者你不會說延遲一兩星期 然後再立即 再延遲 又再延遲多一兩天 是的 我想都不會的 是 至於本地地產那些 我想大家都會 繼續這樣去 take profit 大家都看不定的 未來的方向 反而就是剛才說的一些 就是我會留意 覺得大家可以 譬如又轉頭看一些 可能醫藥股 看看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呢 但是就算你說這兩天 它也不太升息 跌了一點點 但是 它 就這樣按 按一下1177來看 其實又升了幾個百分 其實之前 我覺得之前那兩三天 就有些是吩咐影響 就是大家追Beta 追回內銀 是的 大家又轉一轉 但是到了這一刻 大家又 剛才所說的內銀 可能就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位了 是 大家又去回 可能去回一些 比較Defensive 或者是 一些可能長一點 Story的東西 是的 醫藥其實是其中一個受惠的板塊 基本面也強的 這些可能這段時間會比較吸引 都是保持著強勢 但是都是那一句 其實現在都 它的價位都挺高的 但是不知道追下去 還有沒有位 就是 全部都升 整個板塊 基本上大部分 就是 那些人熟悉的 健碩的 都有那個勝福 所以 還值得真的放下去呢 Jim 你又覺得 我覺得去 選一些創新的能力比較強的 或者是癌症藥 之前有很多都是做這些不同的藥 或者是烤喘藥 都是說1093或者177 它兩間是比較 這方面比較好一點 至於另外一些 譬如說 2269 就是藥名 這些我想都是 它是可以 值得去想 如果去 70多元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OK 它是貴的 現在全部都是貴的 但它真的很受惠 創新的 醫療改革 是啊 所以突然間 今天也是 抽升了幾個百分比 剛才說過 那些 提過1093和177 全部都在升的時候 又是大家考慮 好像前景是不錯 但是現在追不追呢 咦 好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 950 可以追下去嗎 950 950 理事大藥廠呢 那我 這間公司 它之前 就有一個 R&D就失敗了 一個關於 HER2的 癌症藥 但是畢竟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要撇帳 已經撇了1億多了 那它本身賣的藥 其實就 有好有不好 因為這位朋友是比較細加股 是的 那它的藥也不是賣 不是一種大藥種 所以也不是太受4加7減價的影響 是 減也不是減掉 減掉 當然是減一些大的藥 所以其實它來講 可能未來這一、兩季 賣藥的情況 都是 現時是 OK的 說到十多個百分之增長 你看到的亮點是甚麼呢 就是他現在加快了審批 因為他要賣賣6、7隻藥 但未來有4隻藥 正在申請上市 如果能夠可以的 這個就有一個增長 另外他也都 李氏本身也都希望 會不會跟一些國內的藥廠去談一下 不如你幫我買 我就有產品 但我一直都不是賣得很好 他找到A股的公司賣 其實會有很多 A股為甚麼會有制 其實現在藥業的改革 特別是伊保的出入是很大的 有很多藥的品種 本身內地公司他們就抽離了 但他有一個售貨隊可以賣 變成就是李氏有些藥種 其實可以讓他們去賣 譬如婦科 不是李氏的強悍 但李氏會有這些藥 那就可以做到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他也有一個PD-1 雖然PD-1 大家說到 很難 即是一個新的癌症療法 但他的PD-1是一個小的PD-1 就是醫治這個子宮頸癌癌為主 如果譬如梅姐 有這種癌症癌 其實他可能會更好 因為子宮頸癌癌的復發 他可能會很快 即是過世 他特別是針對這一種 現在來說 我看回他的報告 其實他的反應性其實也不錯 就是初步 12個病人 好像有3、4個都可以 其實這個已經不錯了 然後他就會再做一個 即是進一步的R&D 希望可以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前 可以上市 即是可以上市 這件事就對他來說很大 這件事 因為他現在27億市值 你做到那個PD-1 其實我市場也可能在說 10億的銷售壓 即是如果是現價 即是值不值得 可能入一手半手 可能先放下呢 即是 是啊 這個就是 即是又是那些來的 即是你買了 你便 即是流動性比較低 即是你不要看現在 在說160萬成交 其實平時 我記得 都是只有幾十萬 或者十萬成交 即是沒有什麼成交 是啊 現在我覺得如果你是很長遠的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考慮的 因為他始終都是說 現在是12倍的市盈率 現有的藥物 如果他是做到 剛才說的審批 其實他都有幾好的上升空間 嗯 好 謝謝Jim 這麼詳盡的分析 我們今天 這個節目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跟Jim 聊天 下次再跟大家分析的時候 再見 謝謝 再見